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猫来到路口 看见山羊爷爷 就问 山羊爷爷 您好 请问去钓鱼的地方怎么走 山羊爷爷说 走东边这条路 小白猫说了声谢谢 就去钓鱼了 小黑猫来到路口 大声问 老山羊 钓鱼的地方怎么走 山羊爷爷生气地说 孩子 说话要有礼貌 小黑猫听了 很不高兴 就往西边的那条路走了 最后 小白猫钓到了很多鱼 可是小黑猫连钓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恩 赞 少奇邦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小黑猫钓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经营 赞 判井 钓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可逢 赞 钓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小白猫钓鱼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可适象中 干嘛